大小朋友都很期待的欢乐盛会 Open大气球游行上周末热闹登场 除了动员造型大气球与卡通人偶 跟现场民众开心互动外 也以环游世界结合爱为主轴 邀请包括巴西、米兰、首尔、冲旋 四大城市的特色表演团队 带来一国风情的表演 是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可爱的大同宝宝化身各职业 带来精彩的表演 这是Open大气球游行 15号在时代大道热闹登场 今年迈入第13届 超过23颗大型卡通气球 突破1500位表演团队参与 希望带给民众最欢乐的年度盛会 每一年在12月份的时候 都是在我们这个同一梦时代这里 时代大道 举办全亚洲最大的大气球游行 那么今年步入了第13年 那么每一年我们都可以看到 都有多元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里 请代表我们告诉我们许市长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的参与 也感谢你们多年来 对于这样活动的支持 最后祝福大家身心愉快 平安喜乐快乐 今年由环游世界结合爱为主轴 邀请包括巴西 米兰 首尔 冲绳四大城市的特色表演团队 森巴舞女郎带来热情舞蹈 米兰宫廷风的高桥特技 各种异国风情的表演为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我们就是就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同事 然后我们会希望说借由这个活动 然后带小朋友一起出来参加很有意义的 然后高雄的天气也很好 对所以我们希望每年一定都要来好不好 我们是从彰化来的 我们从彰化 对刚好来高雄刚好遇到大气球游行 所以带他们来第一次来看 感觉怎么样 很好啊 就气球很多 很精彩 除了动员卡通造型大气球与人偶 与现场大小朋友开心互动外 今年游行队伍也以守护 美丽 关怀与温馨四种爱为方向命名 期待透过最有爱的方式 推广高雄 让大气球游行成为高雄年度最重要的游行活动 港都新闻吴炳源小雅欣采访报道